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就是聊一聊 喷花药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 第一个就是喷花的药 这个上面就会明明确确的 会告诉你 那么这个温度 比如说是30度之下或者30度之上 或者说是25度之下 这个喷花到底使用的一个浓度 我们这个这次配置的是酒精瓣的一个水量 在配置的过程中 除了这个喷花的一个药之外 我们里面要加入一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像这个 这个就是葡萄糖 因为葡萄糖它可以提高作物的耐低温 或者是耐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 同时又能够为咱们的花饼提供一个营养 我们这个酒精水啊 一般可以撑出来10克到15克的一个葡萄糖 好了现在是15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定先菌啊 定先菌呢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灰霉病 一般呢就是说酒精的水量 或者酒精拌的一个水量 建议的这个用量呢一般是三克三克的一个用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撑去 我们撑去一个三克的一个量 然后呢我们开始加入这个紧接色啊 加入一个紧接色 紧接色的一个作用呢顾名思义 咱们在喷花的过程中 为了区分的一个颜色啊 这个主要是区分一个颜色啊 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机硅了 九斤水到十斤水之间吧 基本用到三毫升啊到四毫升之间啊 也就是说这一这一道啊可以用三次 然后呢还有这个啊这个 喷花药啊喷花药 这样子呢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呢再去撑取啊 这个酒精到酒精拌的一个水量啊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